应该是比较精彩 两个人都是右手横我球派 刘诗文91年出现 车小新是93年 刘诗文现在必须滑 他的速度要比车小新快一点 这个一定要滑 因为这种速度比他派的 发挥在什么地方 双方在进开相似的时候 弱点变化过程当中 你一定要快速变化 快速分点 然后他如果放缓了 你要下手 那么车小新呢 基本上是你不变 你弱点 他的板子就不断的发力撕着你 撑着你 你如果放松了以后 他就车身大力 他不太会变化 因为他的板子的力量比你大 好球 这一板进一台这一板的进手 快带 是快供应中间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如果这一板球你衔接不好的话 你就会得出很多问题 他现在没有找到点 对 他如何限制他 包括和他形成相关的 但是刘世雯的发球呢 一直是国家领队当中最好的 所以他的发球一定会得动静 动脑筋以后 造成机会他要抢攻 抢攻以后呢 直接冲断你 如果他没有抢攻 就跟你对合一合 会得非常快 连着两个 揭发球两个失误 刚才说到刘世雯的发就好 他实际上就因为做出了什么 抢攻的姿态 车小新呢就有点紧张 对对对 往往是后续的球影响了前面 对了 对了 所以说力量是车小新比他大 比他沉一点 所以对刘世雯来说呢 这个球不太容易处理 肯定打得比较紧张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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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没有盯住 就是这种球要盯住了以后 让车小新 他首先的软下来 你这样的话呢 活着的时候 他都不断的发力 因为他的这个发力当中是带弦的 对 他带了摩擦 就摩擦摩擦得非常充分 所以说他现在就是 在揭发球员明显就很紧张 就对他判断的不是很准 所以刘世雯现在要把他从正手要突破 你完全从反手的话 现在他的反手你基本上很难打 必须要从正手突破 哪怕这个正手突破这条线路你不太舒适 也要打以短制成 太坏了 这个玩家叫闷打 对 这个发球轮次刘世雯没有把握 完全没把握 就是说上一个轮次是叫对方连吃两个 现在这个轮次连丢两分 4比8 他对话西的球 信心不是本质 好 很漂亮 这一环球侧身的阵子 对 这个这个进攻 而且有旋转 质量很高 嗯 这个不应该 本钱 有点本钱不能这么丢 测小西上次碰到几个平野没赢 输给平野 他非常难受 他得了两分 这两分有点这个 有点技术含量啊 打得不错 看看这个 局点了 他抽成啊 嗯 当你双方相似的时候 谁就抽成 谁就相对在你的差不多 那么现在刘世雯呢 他的这个发力呢 如果过于 过于猛的话 要僵的 好 对了 这才对 要快速相似当中变旋转 一定是首先的前提是快 嗯 但在快的前提当中呢 你要变 所以要多版回合当中 要先进行 要先进行 不行了 晚了 11比7 这样的话是 测小西 拿下第一条 我的感觉就是 有时候好像 他的这个套脚啊 好像换过你了 手上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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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安心百分之外的主教练是 姚敬文 刚刚转型吧 对 山西大肚和华里的是 是藏鱼 藏鱼呢 也是老教练 一直在华东里做这个主教练 他将华里的继续一队打造 对 这么多年了 嗯 对 一一代一代的走了 你说贴亚纳 现在这个杨津文他们走了 杨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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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看看双方第二局 好 第一比 杨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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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听之前 近台相知这个球是非常重要的环节 只有这个环节基本简矩不是打得比较 你后面给它现在还超越掉了 你不把它的正式要掉开 整个的局面你就很难突破 这个球还是比较转 你看得很清楚 真的很清楚 因为刚才擦网了 擦网以后刘世文碰了一下以后 他也知道这个球的分量 所以说他接着就侧身懒得还是没过去 拧了一下 机会 很小心这个球不错 调整的还是很快 我觉得1比1后他连得两分 要用连得分 你看现在这个刘世文的他加厉了以后 没有什么战术效果 弄不死他 这个运动员最毛的就是这个 如果我这个时候弄得死你 只是呢我的稳定性不太好 因为又好一点 我弄不死你 现在3比3 好球 对了 这把球就在快速相似当中有变化 变什么 变现 快速相似过程当中突然变 变大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的这个位置没有完全处理好 所以说扣不住 他加转了 好球 这一板的白短结合进手的场子 连接得非常紧密 很好 这板球的连接 也是非常 这才是刘世文 应该有的面 优秀运动员 如果他的前三板没有连接的话 那么他整个节奏就打不出来 漂亮 哎 对了 这个球太棒了 这把这个反手中台 这个打不 充足的非常好 没办法的被动了 这个非常漂亮漂亮 这才叫女子男性化 过去这是男子打的球 女子绝对是没有这种能力的 真是不错 好球 你看他这一板变证手 非常的坚决 而且还 整个的弧线朝外拐 这个时候今天是碰到 钉头 大鲁和尤肯 今天就取得第一场胜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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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抓住 对 我的感觉是刘世文的这个套胶 应该是换过 但这个换过了以后呢 他打不透 你理解我这个 对对 就刚才我跟你说打不透 一打打不透呢 这个球啊 串不出来 对 对 我感觉他这个发力出来 都有点懵 嗯 不错 但这个只是估计啊 对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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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小西这个上一场对朱玉琳 最后几句也发挥得很好 今天到目前为止 发挥得非常好 一点问题也没有 对 他可以撕 可以加段 而且速度从来不减 嗯 我们讲有时候加段时候 一减速 你的节奏就乱 他速度旋转加上去 他还不减速 这就是因为你的成熟 女子运动员成熟的表现 好 好 好球 对对对 对吧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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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他这个反手 抬起来的时候 主动变节奏的时候 刘顺文必须要测身要下手 对 你还是用反手的话 那你就被他完全牵制住 所以什么叫相识的过程中 有主动性的相识 有被动性的相识 他现在这样主动变节奏 刘顺文必须要测身 要改变方式 嗯 这板球无所谓对错 因为这板球它是有的方式在打 只差了一点点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两个人都自动都自动 其实一开始都给了很小一球 都想出发力 但是没办法 这个在台内球 所以车小时今天发挥的好在什么地方 对方拉起来他可以反球 对 我们过去一直在讲 优势营的最重要的环节是转风 对方拉起来你可以反冲转风 这板球他很有数 而刘诗文今天几乎到现在为止没有过 好 这板球好 这板球刘诗文在加算的时候 他还滚了一下 速度还提了一下 不但是没有降速 他还加提速了一下 这种都是一个很精细的手上的活路 插编了 刘诗文11比9 11比9拿来 大会一级 这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这边 是不是 这位世界超一流的学者 刘诗文当然应该碰到困难的时候 当然应该当局就想出办法 不能老是等得到下一季再来 这一季如果再输的话 这个事情就很讨厌了 刘诗文现在的目标很清楚 他下降奥运会 不单是要参加团体生 他还要参加单打 而且单打他还要想慢慢拿冠军 拿金牌 他要成为下一个大盘冠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现在就要 马上要是所有的困难 都要当场解决 不能拖 虽然这个比赛不是很要紧的比赛 但你现在就要锻炼起来 尤其是对他形成威胁的选手 这种比赛是最有价值 没有威胁的选手 这价值不是很大 就是他形成战术上的威胁 你必须要当场解决 你也有这个能力 好 来看一下双方第三局 哇 车角式相当不错 这碗球速度一点没有在下降 跟上了 好球 好球 对了 对了 这才是刘 刘世伟应该有的局面 咱们的世界冠军也不是白得的 浪得虚明 手上还是有东西 对了 就这样按一把 不要在勉强加力 你按他一把 让他抬起来 本来刘世伟这个球是非常有数的 今天实际上他是有意思在改变 我们前面就说 对对对 都在 这种改变如果不太成熟 你要回过来 对啊 对 对对对对了 这个球本来就是刘世伟最好的球 好东西不要随便丢掉 新东西试 试了以后还要叫收放制 对对对 放得出去要收得回来 对对对 放得出去要收得回来 说实在的 我跟您是一样 嗯 我过去一直很喜欢小枣 对小枣 对小枣 他很聪明 我最喜欢的实际上是李小枣 对 第二就是小枣 刘世伟只能排第三 好 这一把球就跟他过去是完全不一样 他的胶皮肯定这个套胶肯定是换 嗯 这手上总是感觉这个不是太 嗯 他切了 嗯 不不不不 这把球原因原来她是 小心啊 小心啊 对 小心啊 对过的球一点没有下降 对 你不要自己失误 前面这几分领先是靠你打得不出事 你如果失误一多的话 对方马上就回反 马上就抄你的后路 他难过了很长时间以后 好的 我告诉你刘诗文很坏 你一看他两个没到锁紧 你才有劲 他这个一锁紧就把他动脑筋 他这不中眉头这不行的 好球 这个也是他的标准 对对对 这个表示他认真啊 对了 一定是要这样 下手以后还要有跟板 我们不是讲三板吗 对 你必须三板一个回合 战术环节你要完成的 你不能只有一板 刚刚那个跟板连接之态非常好 对了 对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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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算 这就很 应该是刘雪文 掌握前面 但是这件事五局三胜 还有可能 所以现在对车小戏来说 你再以不变 应外变就不行了 你要变化 刘雪文他已经率先变化成功了 那你就必须要办变化 任何东西都是变成就在这里 前面你可以以不变应外变 但他变化成功了 你就必须要变化 六比十 好球 这样的话 你点评一下 从这句看出来 当这个车小戏 还是手的摆手 以摆手为主 以不变英万变这套战术 现在肯定是被刘四文已经击破了 所以你现在必须要变化 什么叫变化 就是侧身的这个比例稍微要加大 不要大变 但是要稍微加大 因为刘四文现在很清楚 轻重缓解他是在变化 从东边 有时候贴你 有时候加算 有时候顶你 整个都在他的缓解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要反加你 你不能完全是扛 完全扛的话 那就是全部是刘四文走 那么现在他的主动 这条路子已经走公的时候 你再不变的话 那就死路一条 所以现在对这个车小戏来说 是个蛮大的考验 就你要成为一流选手的话 就遇到这种局面 你必须要会变 而且还要想办法变成功 好 来看一下双方第四局 前三局2比1 六十文领线 几分 漂亮 真漂亮 这才是世界击球 对对对 世界波 而且你看这个几把连续进攻啊 这个都 你看攻防转换三四个回忆 最后了吧 前面是刘四文主动 然后他反回来 反回来再反回来 当我们讲攻防转换的次数越多 频率越高 他的水平就越多 好看 现在女子比赛真的好看 像我们做转播的时候 也是这样的感觉 一看到这种球 人马上热血沸沉 兴奋 否则有时候看到后面要打瞌睡了 落后一方车小心 现在要暂停了 这个球 现在你就看出了 技术肯定是刘世文前面 所以它变化的公平度 而车小夕比较单一 实力是有的 厚度也有 所以现在对车小夕来说 依然是要被他重视 你如果把刘世文做一个目标的话 你把它干掉 你就可能朝前面走一次 虽然你不可能长长一样 但你要在关键球场上要赢他一场 像今天这个比赛就是 他们本来就没赢过 前面三场都输 对对对 他赢了 大途和首场胜利 对对对对对的 刘士文现在已经打开了 小找我告诉你 一旦被她开火成功的话 很难收回来 我们一直讲 中国平方女队当中 实际上成长经历 最冤的就是她 莫斯科比赛的时候 在仓促上阵 突然提打出来 她没有去 到了市井赛的时候 又突然之间 在关键球的时候 被迪宁给扳回去 但这个话呢 我总感觉 刘士文还是有空间 到底有球啊 我告诉你 套招的反弹的这个特性 如果和你的肌肉确性 肌肉弹性确性 完全配不拢的话 这是蛮要命的事情 所以我们记得 套招一定要适合人的肌肉 你的力量各方面 它不够 它要打这种大弹性的 它实际上是控制不住的 就像国企张腾培一样 实在不行的话 他把这个开始加长 加长 好了 现在这两个人的 真正实力的差距 已经体现出了 所以我们通常讲 就是刘士文打短 车小区有机会 刘士文不打短 车小区几乎没有起 前面已经几乎要成功快了 是吧 第二阶车小区几乎 再打一打短的话 就结束了 对 这把球我大概可以肯定 他这个胶 是好胶 一定换过 这个快带 他想加强快带的冲力 但这个冲力 你一定要发力 吃透了以后才行 好球 好像他的反手位 比这所谓的套胶要好一点 实际上他们印度人 要换套胶是最麻烦的事情 对 以他们大碗 把几十块都换 过去看他们这个图胶水的时候 每天中午做的那些 9比3 好了好了 好了 你前面这种眉头现在开始笑 对对对 对了 他今天几乎没怎么拧过 只是在拉了一下 我这样的话就笑了 啊笑了 真的笑了 三比一 真的差了 三比四 先失一局 然后是连半了三几